飛碟 Network 空中的夢想家 就愛點你 UFO 好好走 我已學會了 好了 6 點 38 分 趕快來跟大家繼續介紹城市遊牧場 這個是 4 月 26 號就已經開始了 會一直到 5 月 5 號在台北的光點華山電影館 在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是策展人David 還有好朋友阿郭 這我非常興奮因為光看片名就有很多很多非常厲害的電影了 剛剛再私底下再聊一聊的話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殺人一局好不好 殺人一局 好的 好的 這個是導演版先讀為快 什麼是導演版啊 因為這個影片原來有兩個版本 就是導演版是導演自己給他個人的肯定的 然後比那個另外一版是更長一點 所以就是有一個版本 或許是有商業的考量還是什麼的 就是差不多兩個小時 但是導演版比較長 就是兩個一百七十分鐘一百六十分鐘 就是更完整可以表達這個導演他想要表達的一切 對 這個內容很好玩耶 你看到殺人無數的印尼筷子獸竟然又有電影夢 這是在講什麼 我覺得內容有點難說是好玩 是不是還蠻殘酷的 對 就是六零年代 印尼政府就是殺了一百萬個人 然後都是說他們是共產黨 因為他們是共產黨的這個理由 其實大部分也不是 就是殺了一百萬個人 這個數字真的很可怕 而且大部分可能是華人 有藝術家 知識分子這些 對的 裡面的確有很多華人 嗯嗯嗯嗯 對但是 所以這個導演就發現 就是這些殺手 就是還是活著 然後在印尼的社會裡面 然後就是完全沒有被處罰 所以就是他們就是 這麼多年就過一些很快樂的生活 然後就是 所以他們是 呃 歷史上就是以前 就是這些 呃 很很 就是決策 決策要來殺人 這個滿手血腥的這些人 對 竟然變成了人民愛戴的英雄 然後他還有電影夢哦 他要以自己殺戴的故事 拍成 電影 可能有西部片啦 土匪片啦 這些的 對對對 很難想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片 沒有 因為導演過去就 開始 做他們的訪問 對 然後他們其實很坦白啊 然後他們很快快樂樂的 跟他做一個表演說 去看 鏡頭應該是怎麼樣 後來他們拍的 就是 對啊 變成像動畫片的一個鏡頭 然後 變成他們的幻想 嗯嗯嗯 我覺得這真的滿有意思的 當然有意思的 並不是說殺人這個部分 而是說 有這樣的一部紀錄片 你知道嗎 對對對 這個在之前在柏林影展 這個對 今年的柏林影展有播過 然後就是 在那邊變成滿大的一個話題 因為那個 還滿震撼的 大家看 對對對 因為兩個製作人 算是那個世界最大的那個紀錄片導演 就是那個 Ariel Morris 是一個美國的紀錄片導演 還有那個 韋娜合作 對 他們自己願意來拍 來當兼職 就是覺得太特殊的片型了 對 這個內容 好 那除了殺人一舉在柏林影展之外 其他還有一部是 《類維達的海之詩》 這部電影也是 才剛剛從柏林影展結束是不是 對對對 這次也是比較新的 看到這去年底 就是是世界首映 在Locarno那個 那個義大利的一個影展 然後 這個 非常非常特別是 算是一種新的有一點實驗的紀錄片 但是那個影片就是那個 像美國、歐洲的影片都說 這拍得太美了 然後 最特別就是 就是90分鐘的一個電影 對 但是完全沒有對話 就是在海上 對 在漁船 在漁船上面 對 漁船上面 沒有對話 完全沒有對話 只有透過畫面 還有聲音 然後讓你了解 這個 情況 但是他們還有 裡面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一個故事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驚險的狀態 對 然後可能會讓一些 你會覺得很窒息 這種感覺 對 可以了解這些那個 在漁船上面的人 好運台灣 好運台灣是什麼樣的片子 好運台灣 這個 有點好玩 這個導演是一個年輕的美國人 然後他差不多30歲 然後他 年大學時候 有兩個室友 一個是 然後都是台灣人 一個是國民黨 另外一個是民進黨 所以他們常常在 因為三個人在一個 一間房間裡面 這兩個台灣人 常常吵架 還是 常常 談政治 然後 所以這個導演說 那時候開始了解 台灣的 政況 然後 後來 就想說 OK好 我要拍一個台灣的紀錄片 讓 美國還有其他世界 更了解台灣的 的 政況 就是 台灣中國大陸 還有那個美國政府啊 就是 因為美國法律上 就是有一些對台灣的保護 對 對 所以他就是要 人家 更清楚的了解 這些事情 OK 剛才我們這個還有發現 另外一部片是那個 那個誰導演的 詹姆斯法蘭科 這部片 就是這個片叫做 詹姆斯 放南口 就是把詹姆斯法蘭科的英文名字 直接翻成另外一種中文的說法 是不是 對 一方面是直接這樣翻過來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 他跟劇情有符合 因為這部片是 詹姆斯法蘭科 跟另外一個導演指導 那他們在電影裡面 就是有討論到同志的性愛啊 然後點檢制度之類 那也有那個 就是也有那個很大膽的那種 嗯 我不知道節目中能不能講 就是那種 口口交的畫面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限制 幾單是屬於同志 可是呢 他是想要挑戰所謂的藝術片 是的 對啊 太太奇妙了 詹姆斯法蘭科 聽眾朋友你們沒聽錯 就是那個蜘蛛圓 詹姆斯法蘭科 好好玩喔 對 那一部賣得很紅啊 今天晚上要播 但是已經sold out 欸怎麼辦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常常 城市用務員長的票 真的很容易就會馬上搶光 那如果說我們到現場去 是還有機會可以 可以有票嗎 其實蠻多場次還有票 嗯嗯嗯嗯嗯 這種訊息我們都會post在我們的網站 在網站上面 對網站上面 還有還有還有Facebook 還有聯署 所以如果想要出發去看城市遊牧雲展的話 真的是先上網一下看看場次 那當然因為還有很多是有電影座談 然後應後座談會等等的一些活動 然後還有包括會有一些DJ在華山 對 因為我們要搞得好玩一點 對啊對啊 就像星期三就是那個骨頭榜 這個滑板紀錄片 還有再播一次 然後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是玩滑板然後也是DJ 所以他就是上禮拜就跟我說 喔David這個那場還有票嗎 然後他說OK好我馬上去去買 嗯嗯嗯 然後所以這電影就結束之後 他想出來就是放放歌 然後我們那邊有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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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那個飲料部啊 可以可以喝一點東西 然後聽聽音樂 聽聽音樂留下來 嗯嗯 好啦當然我是覺得啦 因為這影展的片真的太難得了 而且他就直到5月5號 在台北的光點華山 那我覺得有時間的話先把時間空下來 因為他就直到5月5號 這些片子以後你會在什麼地方看到 都還不知道呢 那有很多這個院線商業大片 你會不會也很久的 你們不用急著現在去忍擠人 好我個人真的是這樣覺得 那這一次的遊牧雲展聽起來 真的非常好玩 那我也已經開始期待 下一屆的城市遊牧雲展了 非常謝謝David 每一年給我們這麼好玩的事情 不會不會 謝謝你 也謝謝阿國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 拜拜